欢庆成立75周年的新加坡红十字会 今天在颁奖礼上表彰200多名为组织做出贡献的志愿者 青年领袖以及合作伙伴 在庆祝这个里程碑的当儿 红十字会将加强人道主义服务 包括扩展流动急救援计划 以及利用新技术提升培训和灾难响应 红十字会也将致力于帮助弱势群体 例如外界劳工 并推出帮助年长人士的相关计划 出席活动的上达曼总统 也为红十字会社区外展活动主持推介礼